泰国后宫的故事真是光怪陆离,让吃瓜群众们目不暇接,纷纷好奇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。 其实,根本原因还是在施利吉身上,育儿和教育官出现了问题,导致泰国王室越来越混乱。 大家好,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,看视频前记得长按三秒点赞并关注哦。 免得弄丢了找不到,我们接着往下看,如今皇室纷争不断,不同女人各有各的绝招,而马哈国王的宠幸就像小孩子变脸一样。 今天可以宠爱贵妃,明天就可以完全不理她。 她的心思变幻莫测,没有所谓的长久爱情。 以前的王室后宫被视为三足鼎立,如今清晰可见无疑是苏提达成,为名副其实的宫斗冠军。 但事实上,马哈国王的第二任妻子才是赢家。 她见识到最高点的风景,享受过不一样的待遇。 最终归于平凡的时候,也能活得自由自在。 这无疑不是比那些一大把年纪,还在后宫尔与我诈的人更舒服自在吗? 于瓦达出生在泰国一个相对富裕家庭,家里人都从事艺术行业,培养了他的演艺天赋。 父亲是著名作曲家,母亲是歌手,叔叔在音乐界也是德高望重。 于是,在他小时候就进入艺术培训,但因为漂亮的外表和略显早熟的面貌,让他以模特的身份出道,而后开始进军影视界拍摄电视剧。 刚出道时只有13岁的于瓦达,但凭借现有的资源和美貌,代言了很多杂志,所以这位前王妃也留下了很多老杂志照片。 在14岁那年,于瓦达被介绍给时任王储的马哈,那时马哈其实对他没什么兴趣。 当于瓦达的作品不断增多,知名度上升,两年后再次碰到马哈时,两人才有了火花。 那时的马哈王储已经有了第一任妻子宋飞在身边,但是于瓦达不在意。 16岁那年,就愿意跟着他,18岁为他生下第一个儿子,也是为他的宠幸打下基础。 于瓦达能够放弃自己的明星身份,毫无芥蒂地涉足其他人的婚姻。 部分原因是虽然泰国修改了一夫多妻制的法律,那时一夫多妻制在生活中并不少见。 关键原因还是于瓦达渴望皇室的权利和金钱。 好在他为王室生了很多子嗣,当时的施利吉王后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默认他的存在。 甚至让马哈带着小三与瓦达参加妹妹朱拉棚的婚礼, 而那时他的正妻宋沙瓦丽却像个外人一样,没有参加合影。 虽然一连生了五个孩子,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妖艳的容貌,可惜他贪得无厌,被马哈亲自抓到不忠的证据。 最后,却连带孩子一起被赶出王室,但是于瓦达的出轨行为一直受到质疑。 他有四个儿子,为什么要对即将到来的王后位置不忠呢? 更有说服力的说法是,这样的结果是马哈王储当年为他设下的圈套,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稳固自己未来的王位。 不管真实原因是什么,至少从表面上看,似乎是他先出轨,马哈国王无情在后。 四个儿子都接受了泰国王室最先进、最高端的教育,被赶走后,面对欧洲高昂学费的于瓦达向前夫求助,马哈依旧置之不理,无奈之下最后只能请求普密彭老国王,让四个儿子顺利完成学业。 于瓦达的四个儿子个个都顺利成长为优秀的人才,每个人都是硕士毕业,只是工读的专业不同。 无论是情商还是实力都要远远胜过现在的提帮工,而他四个儿子有学律师的,有从事医疗的。 于瓦达根本不愁自己的生活,在参加派对的时候,于瓦达一袭红色礼服裙,搭配硕大的红宝石项链,手上戴着大金表。 而作为时尚达人,于瓦达自然也追求品牌,LV的丝巾作为装饰,手上的包包也价值不菲。 钻石耳钉自然也少不了。 他虽然没有在泰国王室内部,但是他确实可以算是这群女人中的赢家。 出轨后,反而过得更加自由,四个儿子也孝顺,听话能力强悍。 生活富足顺利,如果非要说有一点缺憾的话,就是四个儿子都已经老大不小,却没有一二伴女。 但是,对比如今还在争风吃醋的苏提达·施妮娜等人,他已经算是足够幸运的赢家。 另外,据安德鲁透露,亚洲王室相对欧洲王室普遍要保守许多,在继承人上仍旧多数都是男性继承制度,正如日本皇室国王夫妇没有男性子嗣的时候,也不会修改法律让爱子公主继承,反而让文人成为王储,只因他妻子第三胎生下了儿子幽人亲王。 而在泰国王室则是放任着优秀的施琳通公主不要,反而让男性的马哈继承了王位。 在泰王室中是有鄙视恋的,其实鄙视恋是一个非常魔幻的东西,男性继承人是优于女性继承人的,贵族纯血统的是鄙视外来人口的,而这些都是在反馈王室的隐形规则。 在王室中子嗣是重要的,而男性子嗣则是重中之重,如果父母都是贵族血脉则更加受到重视。 如果提帮公的生母若是宋妃,如今早已被立下王储,而不是迟迟摇摆,贵族势力插手让王储难定。 真正站在太王子四顶端地是提帮公和帕公主,就算是有着镇国神兽之称的斯蕊范公主也不及两人的地位。 一方面是因为斯蕊范的母亲是出轨后被驱逐赶走,另外一方面则是因为她没有资格参与王储的竞争。 为了凸显这两位顶端成员的至高无上的地位,纷纷晒出自己在王室中的出生证明。 这是太王七个公开子四中,仅有两人有着这样的王室内部证明。 提帮公晒出的出生证明有着皇家王室标志,他的名字是普密盘亲自命名, 来源于佛教中二十八位佛陀之一,含义是伟大吉祥等充满期望的祝福。 提帮公的出生给王室带来了欣喜,为了展现对他的重视,出生证明的元件被王室珍藏。 提帮公率先展示自己的地位,怕公主自然也是不甘示弱。 怕公主的出生的年代比较早,那个时候的出生证明都是黑白为主。 怕公主生在曼谷都喜宫,母亲宋妃是马哈的表妹,虽然是近亲结婚但是生下的她聪慧伶俐,只是出生时不足月稍显体弱。 但是论地位,她并不输给提帮公,只是亚洲王室根深蒂固对男性的优待,让她失去了先机。 无论情商还是能力,她都是远远超过提帮公。 怕公主显然是个聪明伶俐的女人,从小在尔虞我诈的宫廷中长大,情商和智商自然不差。 尤其亲眼目睹的父母失败的婚姻,早已懂得王室的冷血和无情,同时对父亲满哈失望不已。 以往玉坤家族动作频频,期待能够扶持怕公主上位,但是泰国大公主本人却无比淡定。 也许现在朝局不稳定因素增加,怕公主也开始为以后铺路,不想在未来人为刀卒我为鱼肉。 怕公主之所以晒出出生证明,一方面是为了证实自己血统纯正,另一方面也给了提帮公一个下马威。 因为提帮公曾经就用过这招,泰王给出的评价还是国王万岁。 曼谷王朝的未来掌握在这两个人的手上,不出意外提帮公将是拉马十一世,而怕公主则是担任如今施林通公主的角色。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,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评论区留言,我们一起探讨,记得关注我,我们下期再见。